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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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花多少时间去计划我的行程 我要怎样去约每一位著名的大厨 因为他们都很忙 经常会吃到工商 你相信吗 工商 你又没有试过一晚上吃六顿饭 那确实 你约好了这个主厨 约好了那个主厨 然后这个主厨刚好说 哎呀我今天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总统要来 那咱们明天一起吧 然后另外一个主厨说 我小舅子什么结婚纪念日 我今天我实在过不了 然后约着约着就约到了一天 同一天 同一天 但是呢这些主厨都很有范 都认为我是大师 我不能去他的馆子 对吧 这个才是我的殿堂 这是我的餐厅 一间一间走 对对对 比如说从六点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跑 直到后面已经完全就是 带着僵硬的笑容 跟人家聊了两句 然后就直接回到了酒店 然后吃个小食片 就感觉听下来 剩下七个月 其实也算是 对是另外一个方面的 一个工作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生活的安排啊 无论是忙碌还是清闲 最重要的是 三个字 我愿意 做自己 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 这个最重要 无论多忙碌的生活 我觉得要么就不做 做了我就去爱他 确实 那你现在怎么样了 对于我来讲 我的状态 也是分着两块吧 一个可能就是 因为你现在还要读 对 其实我算是一个 半工半读的一个状态 哇 除了自己这么惨 没有 因为可能一些在工作 我像你这么大的说 好想办公半读 是吧 因为有一些工作的安排嘛 所以在一些日常 会有很多通告 除了这些时间 还会在学校里上课 所以经常会在想 到底要是怎么去分配 这些时间 或者说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在我的人生中 还是有那么一些 少许的困惑 就比如说 你有24个小时 老师不会催你去上课 公司也不会跟你任何通告 全是你自己的 24小时 你觉得理想的 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 其实对于我现在的生活来讲 我很难一个人独处在外面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我设想这些的前提下 都是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我想象中的话 可能早上会起得比较早一点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然后去路边摊 吃早餐 我应该会回到家里面 再去睡个回工觉 然后起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叫一些朋友 到家里来 大家一起去做一顿饭 你下足吗 我偶尔的时候会做一点 欢迎到我们家吃饭 好呀 我做得不错 太好了 跟朋友一起小聚一下 吃完中午饭之后 跟朋友一块出去野吃野餐之类的 我觉得到那个地方来讲 都是跟大家一起天南地北的聊天 一起畅快地去游玩 回到家之后呢 有时间允许的话 我想去 比如说 类似一个小酒馆 去 小酌一杯 OK 因为这种体验 其实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是的 我听出来 确实 还是想去尝试一下吧 去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是怎么样的 也就想一个人去 真的只是想一个人去 你这是一个典型 工作压力非常强 同时要兼顾学习 长时间积累之后的某一个24小时 对 但是我相信我如果给你365个这样的24小时 你就不是这么晚了 是的 是的 回到家里吧 今天经历过一些体验 去想说把它可能体验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灵感 那之后也有可能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作品里面去 所以你是蛮喜欢独处的那种性格 我其实不算是 所以我想体验一下 OK 在差不多比你大一岁 21岁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大学马上要毕业了 然后我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像我的所有的优秀的师兄师姐 师弟师妹一样 毕业就失业 这是没有从业的机会 然后直到我很幸运地赢了一个比赛 那个比赛没有奖金 但是他跟你签约三年 给你300场音乐会 就是每年有110场音乐会 基本上我那时候感觉就是每一天 要么就是在开音乐会 要么就是在开音乐会的路上 那你对20岁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思考 20岁的话 我现在本身是在做表演上的学习 但其实自己也想去做很多 关于音乐上的理解 你跟他很好 对 其实像我现在的话 两边都想抓住的情况下 再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20岁并不是只想去做一件事情的 我就很喜欢在电影里面 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生 那在音乐世界里的话 可能更能够找到自己吧 更加地去表达自己 所以我觉得2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 去找到自己的一个时间吧 其实是一个好年龄 真的是一个好年龄 那么你现在工作这么忙碌 考虑的比较多的是哪些 类型的事情 最近是在做音乐节目 OK 就会去想一些乐手 做一些原创 但其实他们那些原创 对于观众的需求 或者市场的需求 并不是特别融洽的感觉 在原创跟市场 哪种方向 或者说哪种 是更加正确的 是你自己这么觉得吗 还是说别人给你这个感受是这样 从各方面给我的反馈 我觉得 大概是这样 那你要是真的是碰到一个自己 特别喜欢 就是特别想要去做的 而且你很有感觉要做的事情 如果对于我来讲 我一定是义无反顾地回去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是否真的想要去努力 做到些什么 先不要说得到些什么 对吧 先做到些什么 可能只是想做到 自己去做一张 创作自己创作的专辑 OK 我的导师是全球来讲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教育家之一 他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我们永远不可能 百分之百地达到我们想要的 因为那个叫完美 但是只要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就永远可以 向我们的目标不断地靠近 这个是对我 我觉得一直到现在 真的是挺能激励我的一个事 现在可能会变成激励我的一句话 祝你音乐之路 一帆风水 谢谢 谢谢 那就不打扰您了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但是我知道这个雷克萨斯今天除了把大家聚在一起 应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是吧 今天呢就是我们也是 雷克萨斯首款的电动车 UX310 这个发布 那么这款车发布呢 我们也改变了原来的这种传统的发布的形式 我们也是希望呢 通过我们新颖的这种形式呢 吸引更加多的消费者的关注 就是我们也邀请了王俊凯先生 那么作为雷克萨斯EV纯电动车型的首位代言人 好 也希望呢通过王俊凯和我们一起介绍我们雷克萨斯的纯电动车 以及推荐我们雷克萨斯的企业品牌理念 太棒了 那么其实这一位优秀的年轻人已经驾驶着他这个UX310来到了现场 我们一起欢迎一下王俊凯 好 哈喽 哈喽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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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您坐这儿 您坐这儿 那么小凯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一路驾驶UX300E的这个感受呢 好 首先呢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雷克萨斯EV纯电动车型的首位代言人 当然我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跟雷克萨斯合作 雷克萨斯扎实温暖的品牌态度特别吸引到我 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雷克萨斯一起把这种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 那我这次收到邀请函之后呢 也是驾驶着UXEV穿行了北京嘛 那在这个难得的机会呢也是感受到了北京春日里的平常风景 也借此机会去拜访了英明老师 对 所以是一段非常特殊但是非常美好的旅途 非常好小凯感谢你的分享 那么其实我们也都想知道一下就是当你经历了这个暂停和继续之后 你对未来会有一些什么向往和憧憬 其实生活中的话有时候也会像现在这样可能会被迫的按下暂停键 那其实我本身不太喜欢忽然的暂停 因为就感觉一停下来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在追着你跑 就不会特别自然 今天下午也是经过跟UXEV更同的缓慢的去度过了这几个小时之后呢 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就是可能现在的暂停也许是为了以后的前进 会显得更有的节奏有力量 那暂停继续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为之后广阔的里程 是一种暂停一种准备 那非常感谢小凯和我们的这个分享 然后我们也聊了这么久 也感谢徐老师在东京的时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过这次暂停和继续之后呢 我们有可能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对未来的展望 因为暂停键不可能一直按下去 那么从我开个头 我们给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另一个春天一点祝福 我希望这一次不但湖北坚持住了变得更强 我们也会因为这个事有更多的思考 也会在未来做得更好 成就最美好的人生 很高兴要雷克萨斯UXEV一起在美好的春日 感受到了平常的风景 那么也是祝大家在继续前行的道路上 生活明朗 然后呢万物可爱 未来可期 这个春天来之不易 很多人的保护 然后让我们等来了这个春天 所以其实在今后的每一个时间里面 我都希望能够尽情地燃烧 春天来了 什么花都会开 我相信大家心中的每一朵新花都会怒放 徐老师 我希望我们诚实地面对生活 也诚实地面对困境 当我们缺乏外在自由的时候 我们就要寻找内在的自由 李慧先生 感谢各位能够为雷克萨斯相聚在一起 人类的历史值得我们骄傲的部分 正是在那些苦难和打击之后 依然顽强地成长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认真的生活 用温暖的人心的力量 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太棒了 太棒了